當寵物在深夜發病的時候 主人一定希望有人可以伸出援手 寵物救護員就會通宵後命 令無瑕盡快得到治療 守護他們的生命 晚上八點寵物救護員阿昌 先用神仙水消毒寵物救護車的車廂 之後就檢查氧氣瓶和急救包等等的工具 阿昌平日會在新界區後命 今晚是凌晨1點多 收到今晚第一個召喚 平日晚上接得多不多call 我們每晚有時就一兩單 如果都試過 新界車 新界車 麻煩 麻煩去禮景接一隻狗睡的雪晓 要辦理 那你去完沙灘晚之後 有勤血和臥血 詳細資料稍後會再提供給你 麻煩 收到就收到 現在馬上趕趕趕 麻煩你 像現在這樣 有勤救救護車馬上走 過了20分鐘之後 救護車就到達現場 是否叫了寵物救護車 是… 是不是Bambi 是Bambi 她不斷吐血和嘔吐 是 她吃不到東西 給她吃不到 我現在先幫她做初步檢查 她暫時我看她是OK的 帶她去獸醫診所先 因為她現在有這麼大隻 我會鋪一下過床鋪 南無安全帶嗎? 我現在會去荃灣在鵝街的獸醫診所 好 OK 送院途中班比出現氣喘 阿昌就停車幫班比戴上氧氣罩 OK 你等等 我給氧氣裝置她 不用太擔心 我現在盡快送你去獸醫診所 Good girl baby good girl 如果主人太緊張的話 動物見到你們很緊張的話 都會直接影響到她的病情 阿昌用了大約15分鐘的時間 將狗狗送到最近的夜間獸醫診所 班比的主人在寵物送院途中 都顯得比較緊張 阿昌說這種情況很常見 有時甚至要面對質疑 安撫主人就成為職責之一 這樣行不行 如果這樣做 我的動物有沒有事 這樣是否真的行 很多質疑的說話 我們會不斷地重複 叫她冷靜一點 往往很多時候 其實動物可能沒有那麼嚴重的病情 只不過是主人過分緊張 很擔心 但這是理解的正常 阿昌這份耐性 不多不少都源自於做過救生員的經驗 他認為救動物的難度更高 動物捱的時間 即黃金時間 其實相對來說是短很多 這些時候經常發生 一收到命令 剛巧大塞車大長龍 但那條基本上是單程路 我們用最短的時間 盡量離開那條路 還有我們不是政府車 即是我們不可能可以閃燈 我們衝光燈去 其實我們的難助都有 寵物救護員要通宵工作 阿昌坦然有掙扎過 但因為自身的一段經歷 令他下定決心 自己之前養過的貓貓 都出現了這些情況 在心理時份都突然發病 找不到手衣診所 到最後都是失救至死 其實自己都很不開心 不想見到動物 再像之前自己養一隻貓 大方向都是想幫助多一些動物 我們幫到動物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得到主人的認同 肯定 很衷心地感謝我們 令到我們更加覺得 這份工作更加有使命感 更加神聖 香港寵物會全港首創的寵物救護車隊 服務覆蓋港九新界 除了有夜間救護服務之外 現逐步提早在下午4點 提供一間轉軟及送軟服務 全面守護你心愛的寵物